上一集我們講了怎樣做蛋糕 今集會講一講裝飾 裝飾要不要開一集 因為這個裝飾也很多 在開始之前請follow我們的頻道 先做蛋白餅部分 蛋白餅會用之前用剩的材料 就是香草泥和蛋白 令到蛋白餅都有芫荽的味道 不然怎樣稱得上芫荽控的醉愛 想知道芫荽泥或香草泥怎樣做 可以看上一集的片段 把少量香草泥加入蛋白之中 打發 加入少許的醋 令到蛋白氣泡更加鞏固 糖分三次加入 打至硬性發泡 而不是軟性發泡 選一個你喜歡的醉 可以選擇有花紋或唇圓形的 Dot狀地 烤了肌肉絲 90度ino 2小時 直至完全乾脆為止 焗好的蛋白饼是比较硬身 好容易脱出 如果蛋白饼还是黏着烘焙纸 就是代表它是未完成 即刻放入蜜蜂的玻璃瓦里面 因为香港的天气非常潮湿 放小一会儿都已经是变淋 放在室内大约可以放一个月 再来脆叶的部分 抹点叶 不是新鲜叶吗 我的叶是经过加工的 令叶好像薯片那样脆 准备一只牙子 摸紫保鲜纸 倒少许的油 搓匀 再放新鲜的叶在上面 放入微波炉三至四分钟 放入微波炉三至四分钟 然后叶仍是脆绿 不过已经是脆身 再准备一块春卷皮 或者叫云饼皮 如果你不想自己做 也可以出去买 我这块就是之前做剩的一块 想知道云饼皮是怎样做 都可以看回我之后的片段 剪出你需要的形状 当然剪得越细致就越好 还有 盛上一层薄薄的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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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上少许的砂糖 两边都要的 重量的 盛上一层薄薄的牛油 盛上少许的砂糖 灑上多一层的糖 焗至脆身和变色 蛋糕的装饰需要吃之前才可以放上 因为所有的物质遇到水或者空气都很容易变临 今天来到这里了 详细的食谱我们会放在Facebook上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请like我们的Facebook和YouTube以便获得更多资讯啦